李卫风 现在有一个情况 从我们这个现场的情况 感觉就是前锋线这几名球员 全部都是背身背向进攻方向 李卫风传球出现了失误 对方二打一的一次局面 给过来球里 球里横着拉开 贾东诺 还在给打门 球进了 球进了 这是中国在后防线上的一次失误 对了对方一次进攻的机会 而对方进攻的就是两个人 李卫风在横传的时候 对方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 杜立奇一伸脚把球断下来 这个时候后防线上只剩下了杜威一个人 杜立奇还来得及抬头观察 发现邱里在另外一侧 他把球给到邱里的脚下 这个时候杜威只能过来挡邱里 球里一个假动作 晃倒杜威 再给 杜立奇并不越位 是一个好球 黄不闻 这个球没有认为 球偏了一点点 但主台们给他点球 给他点球 刘易思是冲撞成功 这一次进攻本来是黄不闻 而球没有挺好 在他往前一捅 就突然捅到了防线身后 这个球 刘易思确实有一个 他是用身体来冲撞这个陈涛 我们再看一下 陈涛是先触球 我们看 陈涛把球顶向球门 你看 对方是 直接撞上 对方已经是 没有这个拿球的机会了 这个角度应该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 你看 对方是直接拿拳头击到了陈涛的这个 中央的点球机会 徐波 助跑 打门 球被突出来 捕射 球反弹之后 跃过的黄良 居然没有进这个球 徐波的点球被对 刘易斯的判断很准确 约海这次捕射还踢到了地上 踢上一个反弹球 反弹起来之后力量 稍大 越过了横梁 去波的点球 阻挡 投球一顶 好机会 刚刚上场的余大宝 点球 台湾又给了一个点球 这个台湾 拉扎德又盼了一个点球 主台湾认为对方有犯规 对方三号杀一夫 我们再看 确实是有一个点球 政治在打心理战 他向主台派示意说 这个点球没有摆正 我再摆一遍 当然这也就是心理上 给对方门将制造的麻烦 政治 打门 这一次对方门将 判断对的方向 但是政治的点球质量很高 角度要得很刁 同时是 他这个点球质量就很高了 对方门将刘易斯已经猜对了方向 我们看 而对方现在心态呢 出现一些问题 尤其这个15号 这个穆斯塔佩克 他有一张黄胞 提醒中国的队人注意 他身上有黄胞 没错 郑志 郑志向前走 速度比较快 把球扣回来 传后点 球传得不错 打门 球进了 球进了 2比1 中队将成2比的转超 这段时间 新加坡队心虚被打乱了 他们的心虚被打乱了 我们看 郑志 他把球往回一扣 观察到了原点自己的队友 球传得非常到位 余大宝收门 门将扑球脱手 余海对不约位 门将已经是做他应该做的一切 刘易斯 比分变成2比1 这一次余海踢的也是一个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